五国从今年三月中旬监测到今年首例容易引发重症的肠病毒71型个案 这也是国内时隔一年半再度监测到这种病毒型 而疾管署昨天再公布监测到两例的71型病例 专家就提醒了71型跟第68型都是容易侵犯神经系统 会引发脑炎 脊髓炎等等的重症 现在更预测了在今年的六七月可能会出现一波肠病毒的流行高峰 口腔溃疡 痛到吃不下饭 手脚还同时出现水泡红疹 让家长好心疼 警官署从今年三月中监测到今年首例 容易引发重症的肠病毒71型个案 这也是时隔一年半再度监测到这种型别 目前累计有4例个案 刚抗医师黄利敏预测 如果持续爆出肠病毒71型案例 今年六七月将出现肠病毒流行高峰 至少多了两三成 疫情的那两三年 一年可能真的只有个位数 大概现在目前就是每个礼拜都会碰到 如果那一年流行残病毒71的话呢 就是会比较严重 是所有残病毒里面对儿童杀伤力最强的一型 我们都会在二三月的时候 看看到底有没有残病毒71出来 如果有的话 今年就是一个要特别小心 因为就比较可能出现重症甚至死亡 其实残病毒的症状还会随着不同型别而改变 像是71型的感染病例中 最常看到的还是以发烧为主 八到九成的感染者也会出现手足口病 但像是第六十八型则是会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 医生提醒不能因为没有水泡或红疹就掉以轻行 要注意后续有没有嗜睡 持续呕吐等重症征兆 因为这两种型别都容易侵犯中枢神经系统 引发脑炎 脊髓炎等重症 最近三年因为新冠疫情让肠病毒没有大流行 导致很多小朋友都没有感染过 就怕会因为免疫负债出现重症 家长得特别留意 记者温宇婷曾建国的特别